never not to different views on your window ledge Coffee is gone cold It's like time froze Hello大家好我是Vmo 那今天这期影片呢是一个关于My Everyday Makeup 就是我的每日妆容 之前是有很多的小学妹告诉他们很想要看Makeup Tutorial类型的视频 那我呢其实是从大一刚进校就开始化妆嘛 到现在已经有化了很长的时间 那今天这期影片呢就是我近期化妆最长用到的妆饰 然后还有我的一些小的细巧 如果你对这期影片感兴趣的话就继续看下去吧 现在我现在已经是把之前的护肤品 然后还有防晒已经都上好了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赶快进入到现在的化妆的步骤 那第一步先是一个妆前乳 然后一直都在用这个娇蓝的金箔 急一点 你看我最近长了一颗痘痘 一直都美好 那这个妆前乳的质地它比较水润 擦到脸上那个感觉跟精华液是差不多的 因为我觉得它非常的好看 然后使用感又很舒服 所以我就买了 然后就一直坚持用下去 然后第二步是粉底液 那我用的是这个Makeup Forever的粉底液 这应该是我用过第一个可能会空瓶的粉底液 因为它现在已经好像只剩下三分之一了 我一般都会很喜欢用海绵带去上它 但是之前就是去砖柜 它们都是用刷子去上 我会觉得用海绵带上它的那个妆效是比较有光泽感的 平常也很方便说用一个海绵带 随便糊入两下就完事了 这个粉底液它光泽感是蛮好的嘛 但平常它的遮瑕力并不是很够 但我一般有的这种痘痘啊 根本都完全遮不到下 所以还是要用一些遮瑕膏去把这些痘痘都遮掉 你看它的这个本身的光泽已经很好 因为我不是很喜欢那种比较厚重的底妆 所以平常遮瑕可能也就是比如说针对的这种 我刚刚长的痘痘啊这种地方 还有一些我之前长痘 然后没有消下去的痘印 我觉得遮瑕呢就是要先用一个笔肤色要深一点点的 先可以遮掉它大概的那些东西 然后再用一个稍微浅腻的颜色覆盖一下 它遮瑕的那种力度才能够比较好 那我就直接用这个液体的遮瑕膏 然后再做第二层的遮瑕 然后同时也是打量一下提亮一下眼下 然后还有额头啊等等的地方 我是那种眼下特别特别干的 然后还是有一点点细纹 我也不知道是干出来的细纹 还是就是本来就是天生的 所以每次我去用这个眼下遮瑕的时候 我总是也不喜欢涂特别特别多 我就担心它很厚重 然后会产生细纹 其实我也在找一个就是能够比较水润一点 不会干的这种眼下的遮瑕 那我现在用的这个是马力代加的那一个遮瑕 我觉得效果还是蛮不错的 就是比我之前用的NYX的那个 稍微水润一点点 然后它就是遮瑕力也还是可以的 现在国货真的已经蛮不错了做的 我看一下下 其实这个痘痘已经差不多 就是十五八九能够折到 但是剩下那一点我也不是很想把 折得特别清晰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嘛 然后是定妆粉 那定妆粉呢 我还是喜欢用这种比较松散的大的刷子来上 这样就不会觉得那个粉好像是非常非常厚重 然后其实它有的时候显得脸上也是会有点泛白 如果要用太多的那种粉 好那现在底妆就差不多完成了 那接下来的一步呢就是画眉毛 那我用的是这个NYX的极细的眉笔 我觉得它特别的细嘛 你看它这个头旋转出来 然后它比较有利于勾勒你最后眉毛尾部啊 那些比较精致一点的眉型 所以我平常会用这个 然后再用眉粉把它一填充起来 其实真的这个everyday makeup 应该在家大概录的有两期了 但是最后都没有用 因为我实在是忍受不了我自己的眉毛 我现在已经长回来了一点 我是之前剃的时候 把它就是将近一半都剃掉了 然后我觉得太丑了 这样子 我虽然说我已经不在乎这些细节了 但是还是有一点点小包袱的 所以我就一直得到现在 然后终于眉毛它长长了一点 然后终于可以把这期视频 好好的重新录一次了 我拉近一点点 其实我两边雷帽修的并不是一模一样 然后每次画的时候总是 就是一边画的好一边画不好 不知道为什么 永远就是两边不可能一起画好 或者要不然两边你一起画烂都无所谓 但是一边好一边烂 让人觉得特别揪心 我觉得今天还可以 没拿眉粉 然后呢就是用这个眉粉去填充一下 你看我的这个已经铁皮了 快要用完了 我好像除了眉笔之外 还没有用完过就是化妆品 其实最常用完的化妆品是什么 眉笔 然后眼线液吧 然后就是把眉头的地方稍微用手晕染一下 我再用这个眉手 好了 那眉毛现在就完成啦 感觉人有的眉毛中一下就精神不少啊 那你看我这个盖子其实特别特别松 就是这么放都很容易掉那种 那接下来呢就是眼影 我觉得化妆的乐趣就在画眼影啊 所以我日常还是蛮喜欢画眼影的 那可能平常的颜色就会画的稍微清淡一点啊 或者是说就别下手太重 然后稍微只用两三个颜色就会比较偏日常 那我今天用的是这个Tarte 都是很日常的颜色 好紧张现在是超近视角 我觉得现在我连我脸上的毛孔都看得到 首先呢还是会用这个 嗯最浅的这个颜色进行一个打底 一个松散的预染刷 完全看不出来有打过底 然后呢就要用这个稍微偏粉 棕一点的这个颜色 然后把它填充到整个眼窝里 然后再稍微带一点点下眼睛 然后之后呢用一把这种笔 毛密一点点的这种刷子 然后选取一个稍微深一点的颜色 那今天选的这个稍微深一点点的颜色 哇好飞呀 然后把它就是涂在扇眼皮的 大概涂在后三分之一的部分 然后带一个面下眼 然后呢再用一把稍微松散一点点的这种 颜染刷 然后把刚刚的这个棕色 往眼窝中颜染 然后再用刚刚这把刷子把整个外面的边缘 让它晕染的稍微过度的比较自然 然后再用手指沾起这个亮片色 然后把它涂在上眼皮的前三分之一段 还是用刚才那把刷子再晕染一下眼窝 最后呢再用一把这种扁头的刷子 这样去刚刚那个比较亮的颜色 然后打亮一下眼头 然后因为我不是很喜欢看上去卧残 就是特别亮的一坨 所以我一般都会拿同样这一把刷子 然后占取这种比较雾面的 然后亮一点的颜色 去打一下卧残 最后就是画眼线 这个也是我一年前买的那个Dolly Wink的眼线 其实我有一个Case Me有一个Dolly Wink 平常就放的跟刷子放在一起 然后每次随机拿 拿到哪个用哪个 就是没什么差别 都挺好的 都不会晕染在我的眼睛上 先找到一个点在后面 然后再把这个眼纹上 我不知道是因为这两年减肥 然后皮肤有点松弛 还是因为本身我眼睛就是内双有点比较松 所以我每次就是画眼线的时候 都会觉得眼皮上怎么有这么多 这种皮 然后你这么拉过去 之后它就出那种坑坑洼洼的东西 我的睫毛就属于感觉比较硬的那种 所以每次填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那个眼线液的刷头 它是被那个睫毛中间给支开的 我现在把两边的这个眼影和眼线都画完了 接下来就是睫毛的部分 我觉得我对睫毛家 它其实一直都是蛮惊恐的状态 我在整个撒梦的时候都一直担心它会坏掉 我用睫毛膏之前 我一般都是会拿一个纸巾 然后把上面多余的那个粘掉 免得它会有苍蝇腿啊 然后毁掉整个眼状 然后之后呢就是修容和高光 因为我自己觉得我是颧骨还比较宽的那种 所以我打修容一般都是会 可能从颧骨这里开始打 然后打这条线 稍微能够对颧骨也进行一个修饰 因为我用的是自己的鞋的刷子 然后呢就是腮红 因为我觉得腮红也是属于修容的一部分 其实所以我也是很喜欢从这里开始下手 然后一直上到脸颊上 轻轻地扫一下 好是高光 还是用的是Hourglass这个 不知道我们这块为什么这么小 就是很可爱很迷你的一块高光 但其实也够用了 你说高光你也不是一坨坨地往脸上涂 其实我觉得本身这个底妆的光泽已经蛮够的了 好那终于到最后就是口红啦 我觉得一直都特别喜欢用的一个口红 就是这个开放D Lolli Tattoo 算是一个比较偏橘的吃土色 就不是特别特别土的那种 我不知道为什么相机好像偏红了一点点 我看镜子看起来它是一个稍微偏橘一点点的这种颜色 好了那今天这期影片到这里就要结束啦 那之前发布的影片我也看到很多人给我的留言 还有很多人问我很多关于在香港上学的问题 那我呢会把这些问题都记下来 那如果要问的人非常非常多 我会争取在之后出一天影片来专门解答这些问题 那因为我也是刚开始做YouTuber 所以会尝试不同类型的视频 如果你要喜欢这些类型的视频 那不要忘记帮我点赞 并且在留言下方告诉我你的评论 那最后呢不要忘记关注我的微博 微信和Instagram 我会打在这个小可爱的上方 这期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啦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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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